大马奥运开幕服装昨天出炉 但是跟6月公布的奥运队服一样 这次的开幕服同样裂贫如潮 不少人批评这套服装缺乏多元族群的元素 甚至忽略了沙巴和沙拉月 清体部部长杨巧双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和照片 公布主题为马来亚的大马奥运开幕服装 不过许多网民批评这套服装不能够体现马来西亚的特色与国情 有人说以马来亚作为马来西亚的主题 令沙巴和沙拉月一如既往的被漠视 也有人质问马来西亚只有马来人而已吗 人权律师希蒂卡辛认为 大马的奥运开幕服装有点单调 无法代表大马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姿多彩的国家 马华总秘书张慎文则把矛头指向杨巧双核行动党 他直言说好的多元呢 别说华人和印度人连东马的特征也完全被抹杀 这根本没有反映马来西亚的特色 也和体育项目扯不上关系 失败 最后辈列替马西亚的政治 最后辈列替马他说 隔语 平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